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 剛剛今天推出了雞扒 相當多留言,很多網友都說又簡單又好吃,的確是 慶祝鎖子又在超市,又無端端減價 這次又不是幾寸一隻,簡直減到$25一隻 相當開心,因為不減價我絕對不會買的 買了兩隻雞,一隻就要爬上去,一會兒就簡單點 只是用洋蔥 煮雞,簡單易做,好吃 未開始煮之前,有時候我們出的超市挑選的雞都有少少竅門 第一,就是看生產日期,第二,就是看雞的顏色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這類的芝麻雞,三黃雞,那些雞 偏黃的,那些雞就會較為香 這次一隻雞,我只用雞腿和雞肉,雞胸就用來做其他菜 我們開了雞出來之後,首先,我們就開了兩隻腳 開了之後,我們就飽下去,意話不說 然後,我們就用少許淡鹽水,我們先開一點水 開了鹽水之後,雞頸我們不要 還有什麼不要呢? 雞尾,這塊膏和雞腿,我們都不要的 我們就慢慢把它切出來 雞開好之後,就相當簡單 在外國網友都可以用春雞去做,都可以的 首先,我們先開了雞翼這個位置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盡量在關節位置下刀 這樣就很容易就開了雞翼出來 我都說過了,只要吃雞翼和雞腿 我們就在這裡再開了 這邊也是一樣的,我們就叫著雞翼在這裡 然後我們下去,然後再盡量在關節位置 盡量把它圈出來 這樣用小把這個刀,就會比較靈活一點 如果沒有,就這些也OK 然後 在雞腿這個位置,我們就拿下刀 好,割開了一塊皮之後 我們就翻一翻 看到嗎?這個位置 我們就在這裡 輕輕的,就很輕鬆地把雞腿切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雞腿斬起來 不要斬得太細小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這邊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先把雞腿切出來 開了一塊皮之後 我們也是這樣 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就很簡單 我們就在這個屁股後面 很輕易地把它開出來 如果一般婦女沒有大刀 或者不夠力的話,我們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先把雞腿切開 這樣拿一刀 這裡也是這樣 如果這裡嚴重的話,就用毛巾 這樣幫幫忙吧 當你有一點經驗的 用刀尾就一下過 這樣就斬過去 至於雞胸和雞背有什麼用呢? 那我稍後就會拿來烹調其他菜 這樣拿來煮個瓜湯 或者煮個菜湯 所有雞皮都把它切開 到雞背這裡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按著它 雞尾這裡就全部切出來了 那我這裡就很簡單了 那我把雞腿切開四塊 那我會留下來,稍後就煮湯 還是一起洗就可以了 那雞腿在浸泡之際 現在就處理洋蔥吧 這次的菜式是洋蔥做主角 那我上次都說過洋蔥的功效有多好 價錢又不貴 又好吃 又可以做主菜又可以做配菜 那我開洋蔥也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就全部開一開二 洋蔥開完之後呢 我們稍微沖一沖水 那我們就不要切得太細塊 這樣就OK了 因為我們稍微沖一沖炒一沖 炒一沖 洗了三四次之後 這樣洗到它沒有什麼粉紅色的血水 這樣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隨便把它瀝水 那不單瀝水 我們就要把所有的雞肉 把所有的水分吸乾淨 然後把所有的水分吸乾淨 因為用淡水浸泡它 它就會適合一些雪味 這樣洗乾淨 然後瀝水 吸乾淨 然後吸乾淨 然後醃味 它會比較容易入味 其他這些我會用淡水 然後拿去煮湯 那雞肉瀝水 瀝水瀝了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做了什麼呢? 就是把雞瀝水 然後拿去煮西龍菜湯 就是一雞兩吃 其中一道竅門 這些雞丟進去後 稍微醃 那我們來拿一張乾淨的碗 雞乾淨了一段時間後 是 我多加一點雞胸肉 現在是105g 連碗也很簡單 把碗放出來,扣617g 大致上看到這半邊的雞是約500g 下味的來源,放1.3茶匙鹽 放1茶匙生抽 約1湯匙蠔油 所有鹹味都放好了,放半茶匙的砂糖 然後放一點胡椒粉 做洋蔥最佳拍檔是黑胡椒 放一點醃一隻雞 最後放1湯匙米酒 或紹興酒,如果是外國網友的 可以放一點白酒或白蘭地 然後放生粉 約1茶匙 不要放太多 然後放一湯匙 然後放一湯匙 讓它所有味道、粉、雞都放在雞上 醃一下,如果雞的瀝水瀝得好 基本上醃一下,它沒有多餘水分 會走出來 所以瀝水是很重要的 這段時間放1湯匙生油 生油的作用是鎖一下 鎖一下剛才醃進去的味道 第二,讓雞會比較滑 我上次做的黑椒豬手 都是配合西洋菜湯 我都說過 最理想的是洋蔥、乾蔥 黑椒汁會更加和味 中式黑椒汁 加上一個茶匙的蒜蓉 整體都是味道的來源 我們盡量用薑蔥蒜 剛好,讓我找到乾蔥 再用它 還有幾棵芫荽 洗乾淨,把芫荽頭放進去 還有芫荽,最後要點綴一下 喜歡吃芫荽就適合了 芫荽沒有也不要緊 這次始終是洋蔥做主角 雞翼醃了10分鐘 這邊是急不及久 開火 燒熱直鑊 鑊熱後,再加適量的油 調小火 隨便放雞 先煎鬆 放進去 放進去 輕輕的放鬆 讓每一件雞 鎖一鎖 肉質 不要動 放進去 火力沒有太多 調大一點 不需要煎熟 務求將底面鎖一鎖 一分鐘 反好 千封另一邊 這些都是 煎熟 反倒了之後 煎熟 就盡量不要動 鑊邊有少少焦的 不要緊 這是精華 現在又約一分鐘 把洋蔥放進去 芫荽頭的才放進去 放大火,炒一炒雞 讓雞和洋蔥的味道混合 聞到洋蔥的香味,蒜蓉和乾蔥都放進去 炒一炒 讓蒜蓉的香味散發出來 讓它更香,在鑊邊蘸少許酒 讓酒香揮發同時,加適量的水 水份就蓋了材料一半 只要炒雞和洋蔥,很容易 等同時,我們給味道 主要是黑椒 放大約半茶匙 除了黑椒,放白胡椒粉 讓醬汁更香 鹹味的來源,放生抽 放1湯匙 味道是蠔油 多1湯匙 最後,放1茶匙的砂糖 醬汁偏甜才好吃 現在我們把所有的味道混合 然後蓋上蓋子 關到最小火,約炆5分鐘 約炆5分鐘 大約1分鐘 用最大鍋上來按一下 這樣就OK了 現在就放大火 這個洋蔥汁,黑椒汁 要有少許醬汁才好吃 當它滾起後,我們試一試鹹味 鹹味差一點點點 鹹味又如何? 現在還有少許醬汁 調味深一點 然後攪拌幾下 讓黑椒汁再收一收 這樣就OK了 沸騰前,把芫荽放進去 最棒的,中式黑椒汁 慢慢把它拌起 這道菜 洋蔥和醬汁 就是煮過的 用這麼多洋蔥和洋蔥 真的煮過黑椒汁 如果你說的黑椒汁好不好吃 現在再放一點芫荽上面 點一下就可以了 好,也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雞兩食的菜式 那邊就在煮過西洋蔥 這個黑椒汁 可以送飯 煮少許意粉 拌一個意粉 也可以 淋上桌子前 再加一點 讓味道更好 好嗎? 一個奇貌不揚的中式黑椒汁洋蔥煮雞 黃度就是裡面的醬汁 喜歡吃洋蔥的網友請按讚 喜歡吃鹽收的網友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吃黑椒汁的話 就恭喜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會員繼續吹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我先吃飯 下期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下期影片 下期影片